94 工商時報 新iPhone 臺灣烈手賣國 2015年7月14日綜合邀文A55小民市場傳出 臺灣可望成為新一代iPhone首播上市國家之一 通路與電信業者已維持積極準備中 業界人士則認為iPhone能有今天 臺灣代工廠的全力支持功不可沒 而蘋果回應了代工廠希望能早點在家鄉看到 iPhone開賣的要求 對代工廠與蘋果來說是雙贏 雖然蘋果在2012年推出語音助理史歷之始 就支援臺灣地區使用的繁體中文 不過iPhone在臺灣開賣入期及從來不是首播 事實上 即使中華電信人進iPhone 3GS 增排上第二波上市國家 但在大缺貨下 等待取貨的時間糾到不可思議 之後臺灣一直蘋果被排在第三波上市國家 換句話說 就是美國已經開賣三個多月之後 才會輪到臺灣 一直到前年iPhone 5S上市之際 臺灣才終於又重新排上第二波開賣國家之列 去年iPhone 6S上市時 臺灣甚至還給中國早開賣 更是跌破大家的眼鏡 可視 比起市場規模接近的輪近亞洲國家 與香港 新加坡 總是新款iPhone首播上市區域 臺灣iPhone銷售量沒有比較少 又身為蘋果全系列產品最重要代工廠武國 多年來總是搶不到iPhone上市的頭香 不過市場傳出 臺灣終於在進一步 製入iPhone首播開賣國家之列 時間點就在今年9月 這也代表 有興趣在9月就擁有iPhone 6S 與6S的臺灣消費者 終於不再需要跨海買水貨了 雖然臺灣廠入手播上市國家名單之列的實際原因不明確 業界人士則多認為 不論iPhone 6S是由紅海、和石甚或是偉創所代工 每一支iPhone都是由臺灣代工廠日以繼夜組裝 趕工來支持蘋果的成果 代工廠希望能夠早點在臺灣看到自己辛苦趕工的成果 而蘋果也加以回應 對蘋果與代工廠來說是雙贏 電信三紅 未接獲官方通知記者何英偉 台北報導針對有傳聞表示 蘋果9月份推出iPhone 6S新手機 臺灣將列在第一批上市的區域 臺灣電信三紅中華電 遠傳及臺灣大作一三日一致表示 目前尚未接到蘋果的正式通知 所以無法回應和評論 一切均需要以官方的公布信息為主 中文化電信館 大使用體驚喜 大小貫 長時間 大小貫 老貫 大小貫 感谢观看